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个新闻还是跟乌克兰被进攻有关 那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反正相关的报道 那这里说的是Pornhub制裁俄罗斯 我觉得应该也不少人看过这个新闻 就是说 这个你只要是俄罗斯人 你从俄罗斯上Pornhub的话 不好意思 看不出 因为我们要制裁你 对不对 所以让你看不到A片 让你不能尻尻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讯息 可是在经过这个实测之后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假新闻 但没关系 我们还是学英文 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什么 所以这个人开头他说了 The sanction nobody is talking about 我们先把它读完 Russian users who attempted to visit Pornhub were quite literally cockblocked by a message that told them that the content has been stopped along with a Ukrainian flag and message of Ukrainian support 好结束 所以他第一句说的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用一个完整的句子 你知道推特吗 他们有时候用的就不是一个完整句子的英文 只要表达到该表达的讯息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推特不会是学英文的好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讯息是比较 是省略的 省略很多东西的 所以这边的就只是一个名词 你不要想说这里不是有一个 is talking about这动词吗 no 这里的主词是the sanction that nobody is talking about 所以这里有nobody is talking about 这是形容词指句 那这里少一个that 所以sanction事实上没动词 所以这不是个完整句子 好这个大概不是重点 总之他第一句说的是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没有人在谈的一个没声音的制裁 所以sanction这个字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 我这边有两个定义 sanction有两个定义 第一个是 a threatened penalty for disobeying a law or rule 所以这是一个提出来的有威胁的责法 因为你违反了disobey了一个法律或者规则 这个翻译成制裁就非常的精准 对不对 所以sanction可以表达制裁 可是他有第二个意思 这个意思叫做official permission or approval for an action 所以也就是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许可 政府的合可 OK认可之类的 所以official permission 允许或者approval 来一个action 所以sanction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政府支持的 所以在你一个文章脉络里 你要怎么知道sanction到底是制裁 还是是政府支持呢 因为听起来制裁是政府的行为 所以这个字竟然是截然颠倒的两个字 两个意思 可是你要怎么判断 你就需要从上下文来判断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边这个内容里面 你不难理解 他在讲的就是制裁 因为你继续往下看之后 你就知道就制裁 不难累 对不对 好 所以sanction这个字 有时候我们看到是 比如说政府许可的政府支持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复合形容词 government sanctioned plan之类的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支持的话 这个用法比较有看得到 好 然后接下来看到里面有个词 他说你就是试着来造访pornhub的russian user们 这有个形容词指句 尝试造访pornhub的russian使用者 were quite literally cock blocked 所以他们被cock blocked 什么意思 所以这边我也稍微 你知道cock这个字 一般来说有像攻击的意思 可是我们也知道 他常常也可以延伸去指纹 男生的生殖器这样子 小鸡鸡 所以那block是挡住 所以就把鸡鸡挡住 yeah that's right 我这里直接先给你看一下他的定义 所以他是一个那种街上的词语 就是slang term for an action whether intentional or not that prevents someone from having sex ok 所以就是一个行为 一个动作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 ok 那这个动作呢 就prevent一些某个人 让他不能够have sex 就是总之让他无法打到炮 就是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cock block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今天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酒吧里面 看到一个妹子 在开始跟他搭讪聊天 结果我就想闹他 然后就跑到旁边搭着他肩膀 欸body你在干嘛 然后对着那个女生说 你知道吗 这我朋友了 我这个朋友到高中还在尿裤子之类的 我就故意讲这种话来弄他 ok 然后他就 你讲这干嘛 然后女生就 高中还在尿裤子 就不会想跟他走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cock blocker 简单的说 他就被我cock block了 这样 好这样听懂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今天看到他在把眉 然后我走过去搭接 我说 欸body你在干嘛 然后就 你知道吗 我跟那个女生说 这个家伙三个PhD 然后现在很多公司想找到去工作 这些的 赚很多钱 开了车看到没有 在外面停着那一台 很棒的之类的 所以 欸 我就变成是什么 我的 我变成叫做Wingman 这也是我们在 这个 这个 把妹术语里面的一个 这个一般来说是 开飞机的那个聊机 知道我在说什么 幕聊的聊 聊机 不是这个聊 对不起 我先打个幕聊出来 对 这个 ok 所以就是那个开飞机的 那个类似副手的概念 这样子 所以这是Wingman 所以我就有点帮他来去 攻克这个女孩子 所以这是两个相反的概念 Cockblock 或者Wingman ok 好 所以这里ok 那我们再看下来 下一个人 接下来就有说 你看这边说的 说 很遗憾证明这是一个假新闻 所以Sadly This is fake news 这是假新闻 Can be confirmed fake by using a VPN to route through to Pornhub with a Russian IP address 那这个人 他用的方式是 他用了Russian 他用了那个VPN 大概知道什么 就是那个应该叫做 Virtual Private Network之类的 ok 然后你就 你知道过他 然后再用Russian IP 来上Pornhub 他就发现到 还是能够正常观赏 所以说 这是假新闻 但他也强调了 他说 However Pornhub 100% should do this 他只要鼓励 Pornhub 真的做这件事情 Is there any way to pressure them into doing so 有没有方法 可以来给他们施压 让他们真的来 制裁 俄罗斯的这些 这个号车之图 让他们看不了 看不了的色情片 ok 所以这个 Pressure somebody to doing something ok 这里用to do 跟to doing 事实上我认为是 都可以的 ok 他的用法是 Pressure somebody Pressure Pornhub 然后 Into 什么 他这边用的是Into 不过这边用to的话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文法不是这么死板的 不是这么没有妥协的地方 So you can pressure somebody into事情 Or you can pressur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That certainly works ok 就像the way一样 像我们讲说 It is the way to VING跟原型 事实上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 这个就先不扯了 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其实我这边就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个新闻 我觉得蛮有趣的 ok 好 那今天也算短短的 那如果要复习一下下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先了解到Sanction这个字 它可以是政府的制裁 也可以是政府的Indoors 两个都有可能 你要从上下的Context 来判断出它是哪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Cockblock 今天讲主要讲两个字 Cockblock 还真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 总之就是 阻止人家打炮了 断人家炮路 这好像还不错 断人家的炮路 好 那 大概分享到这边 OK 卡卡的 好了 Anyway 那我是Paul 我们明年见